而新内阁下周即将走马上任 今天行政院特别为现任官员举办席别茶会 由于多数的官员都将转任更重要的职务 现场少了离情仪 更多了欢乐的气氛 在新内阁上任之后 将面对的是油电水是否调涨的问题 准先院长陈冲表示 油电水必须回归到市场机制 让价格合理化 而这番话也透露出油电水将要调涨的态势 同志们献上了鲜花 为行政院卸任官员举办的席别茶会 现场少了离情依依 出锅了欢乐气氛 假如没有我离开 真的龙莲不可能有龙英台 我一个如我 我偷偷看了一眼 他们一条牛了 意思就是你还要做牛做马一段时间 有的首长们也幽默来化解 行政院将重组的凝重气氛 至于去职没有被安排新职务的 包括财政部长李树德 教育部长吴清基 以及亲服会主委林允杰 和农委会主委陈武雄等格员 武敦一则是颁发给一等公鸡奖章 感谢他们任内的贡献 武敦一内阁将正式交棒给陈冲内阁 尽管还没正式上任 行政院的主角也已经移转 外界关注的水电油价是否涨价的议题 陈冲代表行政院表达立场 我们并没有讲说要涨价 其实只是说一个价格的 所有价格的合理化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 经济学最基本的就是说 供需决定价格 所以我们对于价格来讲 总是希望能够 多少能够反映它真正的一种 成本结构 由于油电水价在选前动涨 普京选后一过万年就传出掌声 引发各界不小的反弹声浪 陈冲强调油电水必须回归市场机制 让价格合理化 也强调油价已经是世界相对最低的是否合理 是不是符合节能减碳 在在都透露出油电水价要调涨的态势 记得林贤 彭耀祖台北报道